最近这个忙碌的八月,是unique王一博出现在大众视野中最多的一个月,八月这就是街舞第五季开播,新剧冰雨火空降上线。 更重要的是,王一博携带着三部作品,亮相了微博电影之夜,红毯上的三套服饰让人见证了他的高光时刻,特别是胸针的手带,更是引来时尚潮流的目光。 对于王一博而言,如今的发展路线显然不同于以往,他不需要过度的曝光,反而需要低调降低热度的时候了,因为转型到电影圈的他,显然没有太多必要在频繁出镜,降低不重要的营业,提升高质量曝光,才能让他走得更稳更长远。 如今很多电视剧的瓜,都喜欢用顶流来提升曝光率跟增加热度。 无疑在这个月,王一博的瓜就有两步,后援会也在第一时间辟谣了,先是狐妖的瓜,再就是男哄的瓜,都蹭到了王一博这里。 对于王一博而言,这个月发生的事情,有点跟他毫无相关,却有密不可分。 自己的经济公司月华娱乐,成功在港股上市,开启了全球发售,可谓是艺人经济第一股,他的助力无疑是主要的推动力。 王一博跟月华的合约到2026年,这让多少粉丝心碎又心疼,主要的无奈是月华旗下的艺人,他房是一波接一波,公关能力又蠢又做又不会演,只能说给王一博拖累的因素太多。 别怪粉丝听到王一博续约后,都表示无奈,喊话杜华,请重视王一博,重视一下摇钱树,虽然通过王一博的表情看不出太多,但是,跟国外舞者的交流中,说得每天都工作的语气,听得出来很无奈。 街舞的录制,已经进行了多次,从杭州到宁波,我们多次在机场的行程中,看到了他的身影,始终是一身黑色套装,黑色的短裤到垮裤,王一博的随性跟洒脱。 一直保持不变,好了,这就是整个八月的王一博,好忙,好累,好精彩。